哎,刚才您看的这一幕呢,是电影《疯狂的石楼》里的片段,在这部影片中啊,绑匪在绑架人之后啊,跟人之父亲之间的幽默对白,我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对于山东省辽城市高唐县老苏夫夫俩来说,他们可没讲呢,这只有电影里才有个剧情,哎,竟然有一天真实的发生在他们身上。 凌晨四五点多时候,家住高唐县农村,苏夫接连,同样被一阵电话铃声给吵醒,打电话的人是老苏夫妇十九岁的儿子苏夫,苏夫在电话里急速地告诉父亲老苏,父亲被打架了。 这跟电影里的情节真的是一模一样啊,在电话里苏智是又哭又喊,让他老爸抓紧筹钱把他救出来,当让苏智在电话里充分证明自己被绑架了之后啊, 绑匪接过电话,用这个沙哑的声音告诉老苏,你儿子被我绑架了,抓紧准备十三万,哎,熟人吧,如果报警的话,你就等个收尸吧。 但是让这个绑匪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老苏竟然用了一种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方式,他也做了回答。 哎呀,这当父亲回答绑匪的话,的确是够另类,按常理啊,自己的宝贝儿子被人给绑,当父亲肯定急得不得了啊,哎,首先是要想起各种办法把孩子救出来, 可说这位父亲呢,压根就不相信会上分的,一点没把他当回事,哎呀,你爱怎么递,怎么递去吧,这究竟为什么呢,难道他真的不在乎这个孩子, 或者说他以为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绑架呢,要知道他非常疼爱他的儿子,说到这儿呢,我得先给您介绍一下这老苏的儿子。 老苏的儿子,苏是今年19岁,在当地一家企业的,因为是家中的唯一男孩,一家人对他都非常的长白, 没有到他,原来他什么,那事儿弄了他老二,他从小啊,第二个年代老女老女,是吧, 一家里面都像小三个一样,是吧,过来他。 别不希望他去端有储去,光罗有储,你怎么平平安安的过来一生呢。 虽然老苏的家境并不算富裕,但是对于这个宝贝儿子,一家人都像供着一个小房子似的, 他们在手里怕摔了,还在嘴里怕化了。 可以说对儿子呢,是千一百顿,对儿子提出的要求是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 乃书呢,原本以为,才是能够理解父母的苦衷心, 他是学习,长大,所以对男生财,并不愿意去, 他就找对儿子,这总是不学习心,从小学习成立,就对了, 中间避养,死了都不愿意带,家里不办法,老公给他找个工作, 没想到,他却结交了一帮社会上的胡盆狗友, 整天在外边胡吃海灾的, 半夜十二点之前,不到回家, 每个月两千块钱的工资,根本不够他折腾。 这老苏原本指望的儿子上班后,能够这点钱贴不家用, 所以没想到,我上了班,到后来他还得往里边搭钱。 这搞不成了点,那个丑门啊,那什么的呀, 走光线山里,能不能坐下这儿,成天打连吧。 舒适的像往常一样,下班时, 不如和一帮朋友出去聚会,彻夜被推, 对于老苏的表现,老苏似乎已经难了,也懒得去搭理。 究竟是因为儿子平日里的种种不良表现吧 所以说凌晨接到儿子这个电话 说被绑架了 绑匪还要这个赎鸡 老苏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觉得这很可能是儿子 跟一帮胡同姐 有恶作剧 也有觉得手头上没钱了 才整这么一出 想骗几个钱花 今天老苏又没把这电话当鬼事 可是一旁的这个 却听得吓得不得了 尤其是当听到绑匪不让报警 否则就撕票的时候 当场就蒙了 看到京同的妻子 老苏也冷静了下来 他左思右想 决定把他的电话证实一下 随着他多通儿子手机 他这时候电话就关机了 对不起 电话打不通 老苏的心里也不准犯的那种 他老儿子真的被人缓架了 夫妻俩越想越害怕 就急到公安局报告 听了老苏夫妻俩的讲 包房警方也被人入睡 总体展开了全民调查 能够走走 迎请两点 当天晚上苏志和以前的朋友 一起去安排 直到接近十一点之后 才各走回家 据当时在场两回一说 苏志是和一个叫李辉的昔日同事 一步离开了 但是当民警想找李辉了解情况的时候 却发现李辉也不见了 苏正说完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下落 民警随后又询问了李辉的亲朋好意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去了 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距离房匪给苏志父母打的勒索电话 已经过去了十一个小时 这段时间里 绑匪并没有再跟苏家人联系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警方的行动被绑匪察觉 民警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在苏志家布控 另一路家里对案件进行调查 寻找突破口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程 绑匪仍然没有和苏家人取得联系 民警和苏志的父母 都在屋子里默默地焦急地等待着 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捉得上生计 就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 手机铃声突然响 绑匪再次打来了电话 要求受害人家属第二天草草 把13万元的时间送到苏志单位的管车 就在这时 在外围调查的民警 也获得了一条重要线 警方从卢永那儿了解到 他的摩托车是花三千块钱买的 而且已经开了两瓶 当李辉对了解决党能够放远 竟然许多给鲁姆一六块钱 李辉的这一举动很不正常 李辉花大价钱借摩托车干什么呢 而就在他们借摩托车的当天晚上 苏志遭用 而且苏志最后呢 是跟这个李辉在一块的 这说明了什么呢 民警随后对于李辉一同借车 张伟等三个人进行了电查 发现这三位啊 竟然在案发之后全都不见了 民警就分析了 李辉这几人 那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当年晚上十一点 侦察人员获得一步表现 李辉这么人突然在高档县 和驰名县的消灭地带出现 高档警方随你迅速行动 进行抓 没多久李辉张伟等四人被警方 经过审券 他们正确向苏志的忙 对李辉的公司 民警在十几里外的因素 产与过堕利 当时苏志 你找个人 你找个人 什么叫 你找个人 你找个人 找个人 可我说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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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帮他玩 我那里面 我只是外面 太多了 很认识 我重点 都要冻死 受害人苏志 最终被成功解救出来了 脱险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问这个民警 李辉的安危怎么样 当得知 李辉竟然也是 其中一名绑匪的时候 苏志说要打死 他都不相信 他说这个李辉 明明是和他一块绑架的 咱们可能变成绑匪了呢 是不是警察搞错了 你看这 这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是不知道交的一些什么朋友 就是被别人卖了 还替别人数钱的 那么这李辉究竟是怎么策划这些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 稍后我问你解释 人质或旧真相大白 王匪竟然是最信任的 对 都不是他妈的 这不是我两十个人 知识兵知底的好兄弟 为何不打人家自己 不是我女生的 我女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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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的 王匪是我哥们 说的哪里 正在紧 静静坏人 黄又回来 咱接着说是哪里 前段说 家住山东高堂的苏志 被我逮出给绑架 经过警方的连夜调查 案件告破了 试案的私民犯罪嫌人 全部被抓过 受害人苏志在被解救之后 做了第一件事 竟然是询问 那个李辉有没有破险 苏志住李辉这个好朋友 真的是够不安心 可是当他听警察说 李辉也参与了 跑假的时候 苏志说什么 也不肯相信 因为他和李辉的关系 那不一般 属于铁哥们 就是他不和李辉 他说 他接着 在威蓝大厂 上手段 他在威蓝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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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家常人的图屎 他到谁 那时候都不想往这儿 他不可能说 是不是 苏志住 他和李辉 同一年进场工作 关系一直很好 虽然去年初 李辉因为和当日 林海闹矛盾 被工厂开除了 但是呢 两个人还保持着 游户的关系 经常在一块吃吃饭 喝喝酒 什么的 如此要好 又知根知底的关系 那苏志自然不会相信 李辉绑架了他呀 苏志还说 案发当晚 李辉是和他一块被绑架 为了保护自己 还遭到了绑匪的殴打 被绑架之后呢 李辉还不住 一定要让他坚持下去 李辉的话 让身处险境的苏志听了非常感动 苏志觉得 自己真的是没白交这个房间 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所遭遇的这一切 都是他的这个好哥们 是李辉精心涉及的 2010年度 李辉因为和场民党闹矛盾 被开除之后 并要奋起于社会 结交了各个兄弟 也就是在那时候 还遇到了张伟曹金龙这块 张伟啊 今年22岁 是山东河丘人 因为经常无辜 矿工人等等原因呢 被单位也给开除了 整天游手好闲 没事干 他与李辉 曹金龙等人呢 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喜欢玩这个网络游戏 几个人整天结伴 混迹于网吧里 是消磨时光 这2011年的元旦到了 几个人兜火钱呢 也折腾的差不多了 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他在那流浪 大半年的李辉啊 就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马上就过年了呀 得准备点年货 得带着钱 得回家看看老父母不是 过年了没钱了 没钱了 都成功了 就回家了 就一天在我门边住的 那么呢 所有人都没有二十五 因为才多一下 然后回家也很合格 也会说在那边上班 听说男人是在等于民党 以后不能再也 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弄到一笔钱 让父母认为当儿子 在外面住得还不错 几个人便凑到一起想起了话 我一个可爱这一笔 我说感到关键的 他说干 什么都干 小时候说 这小时候我就 这时候我问我 我说不问我这一笔 我就是就这样子 张伟没想到四体一拨绑架 给理会这几个人竟然全都打印了 纷纷表示同意 这不是叫臭味相投入变成知己 这几个人没一个好东西 可是究竟该怎么叫什么 因为张伟几个人对张伟的情况不同 寻找这个目标的任务就落在理会之上 经过一方田律 李慧终于有人选了 那就是他的田律和苏氏 李慧喜欢苏氏的理由从千分 应该去过苏氏家 对他们家里的情况也要了解 苏氏家的经济状况可以拿得出血 而且老苏氏家就是苏氏迷了 更关键的是苏氏他打手 稍微一下鼓就成了 那在过几天呢 他们就要举行一个同性聚会 才正好可以借这个聚负的名义 把苏氏给约出来 然后寻找个机会把他给打 两天感到那种相处够了 我会把同意两个人都失败之后 简单又迷了 只有说 不要回 那这几个人制定绑架计划的时候 张伟站出来 很严肃的对李慧说 这绑架那可是犯法的事 弄不好那是要蹲监狱的 苏氏再怎么倒想 毕竟是个大活人 你说怎么倒在哪倒 该怎么实施啊 必须得考虑成熟 否则啊 最好别干 虽然他提出这么些顾虑 但是在李慧眼 他就都是小菜一盘 那他贼眼珠珠一转呢 这坏点子就出来了 李慧说 自己会想尽千方百计 聚会的时间呢 把他拖长了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苏氏回家的必经之路 实施网线 成为他呢 将他运到十几公里外 在自己时间呢 踩好点的一个 碎气的屋子里 然后给苏氏家人打电话 勒索钱财 为了不让苏氏的觉察到 自己参与网线 同时对苏氏的行踪全面的掌握 李慧想到了一个 两全其美的伙伴 大家就一下确定了 绑架的方案也制定 但是绑架需要的启动资金呢 却没到位 李慧说啊 这年头干什么 他都得需要钱啊 绑架也例外 你看 这参加同学聚会吧 他得需要钱 找做完工具呢 也得要钱 联系苏氏家人勒否赎金 那还得需要钱呢 那钱呢 这从哪来呢 对这几个出出忙碌的绑匪来说 他们缺的恰恰也是钱 为了能够给他启动资金 设立什么样 李慧是摇摇摇摇 资格刚花2000块钱买的 屁股还没做热 我们电动车给卖 那这个文件 有时候没有呢 我说是李慧是卖的 2000块的电动车 只卖了200元 对 为了能够挡上车 李慧可以说是吐了血吧 吐了血 然后经理于算罪的李慧啊 就是把李慧 他漏散了 交通口 虽然是黑夜 虽然那个苏是胆小 他说你否则 他把他的名簧簧 压着他 步行十几分 去残入那个地点 他租车啊 而现在李慧手头上 就有260 这好几句后的预算 也剩下几个整了 恐怕连个器材轮子 他也付不下 一会前 唐家用的交通工具 也只能向你当死了 可就算是租辆摩托车 也带虚的买买 是怪的 然而就连这点钱 几个绑匪也凑不出来 无奈之下李慧想到了 他另一个好朋友盧某 因为盧某有一辆摩托车 起初这个鲁某不愿 借给李慧摩托车 但是架不住对方的许诺 说是事成之后啊 给他1万块钱 就说有这么多的好住费 最后就答应了 鲁某那个时候呢 小算盘打的也是 噼里巴拉乱响了 自己的车顶多值两千块 李慧借一次就给一万 太俗了而不为呢 就算摩托车不要了 我还能赚八千呢 这为了保险起见呢 他坚持让李慧给他写了一张 一万块钱的欠条 1月21号晚上6点 李慧将苏志从家里约了出来 与其他几个过去的同事 来到饭店吃饭 为了能把苏志在酒桌上灌倒 顺利的实施绑架计划 李慧特意花钱买了一瓶白酒 那可能他有个罪的 付出的比较为瘦 多了四万钱 另外一万块钱 带过 当时不然你不行 那我刚才发了 就是 李慧借的 二十五月为 平日里酒量很显 下成一杯倒的苏志 因为那天酒量 突然就变大了 一瓶下的竟然没做 依然是谈笑丰盛 哎呀 把这李慧都看啥了 摸了摸死到了 里面的钱已经 不够再买一瓶白酒的了 无奈之下 只好宣布聚会结束 这个时候呢 还没到九点 其实还熟了 那根本就无法下 为了拖住 随之两个时间 李慧被提 要请先去唱KTV去 这个时候的李慧 周里就剩下二十万钱 勉强刚坐在KTV 玩上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 李慧感觉实习一成熟 就偷偷地溜出去 给张维打了一个电话 他就不乱想了我 他就一会儿要给我你说 他想了我说 你去哪个小时 他就上海和上海 此时的李慧已经是分了全无关 此时的李慧已经是分了全无关 从KTV出来 李慧就以没有预防助为由 极力地要求苏智到他家里借助 可是苏智却死合不合理 按照世间越境的计划 那张维等人感到的苏智却 那的毕竟是 预先进一步 这一会儿苏智马 骑着变得多 拉着李慧还这么多 此时的苏智心里 对李慧是充满了两些 觉得这哥们太斗艺了 你说几个月不见 啊这么大块 那么小说 不但请他吃饭 搓一瓶白酒 请自己放歌 这好容易 那在这时 张维几个人出现了 他们从暗处 一用上把苏智给拽了下 为了把戏演得更加真诚 让苏智更加的相信 张维还假装地 爬了李慧几下 将老子给拉着你 来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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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说 就是说 他会捆面熬 但打到面熬 这是和言喜 和言喜唱的料理 随后 张维将苏智捆绑起来 用摩托车 就被警方抓获了 就在案件突破 苏智被解救的时候 李慧还心存侥幸 忘不把自己也伪装成 凭架案的受害人 凭着出色的演技 打算蒙恨过关 自认为阻止多佛的理会 这次失算了 按照小小的计量 反不快就被经验丰厚 民警失货 被端倪开庆所的理会 对于自己的行为 这个时候才感到的速度 对于李慧绑架好友 勒索钱财的行为 就连他的几个同伙也很瞧不起 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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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 坐着狼看不起 我 我不会想 我 因为 你们来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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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一段过来 大大就有鱼子 有鱼子 有鱼子 不追 在苏智被解诱后的第二天 高郎警方将他送回到家中 为儿子单独整整一天一夜的母亲 看到儿子平安的距离 眼泪是发发的冷下他 那两天问了多少钱啊 这个师父的残落地 结果这件事 苏不叶希求封锋下去 他也开始反思 自己在教育方面 那什么人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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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警察机关 一房价勒索罪名对民婚人的提起来 等待他们呢 将来他们呗 这些人呗 交了这么个朋友 我想苏智到现在肯定是恨自己是下了眼 是啊 如果他不认识李辉这个人 两个关系走的不那么近 李辉那也就掌握不了他家的情况 还有他的性格特点了 那当然就谈不上什么绑架了 李辉的行为可以说是玷污了朋友这个词啊 所以连那个同案饭 哎都有点瞧不起他 而苏智呢 也大愿他能吃一切长一智 以后呢 不再把什么人都不加分辨的 当成自己的哥们儿 老方说的好 求肉朋友 那是万万靠不住的